在印度的一个药店里 男人支支吾吾半天 说不清要买什么 老板凑近 小声问男人 是姨妈金吗 男人赶紧说是 身旁的两个妹子瞬间笑了 老板击贼地从桌底 将姨妈金递出 同时告诉男人 55卢比一包 男人惊讶地质问老板 为什么比黄金还贵 男人想奖价 老板指了指上方 男人抬头一看 奖价可耻 只得付款走人 回到家 三哥把姨妈金交给妻子 他打开一看 是飞向自由的姨妈金 非常开心 可下一秒 妻子赶紧还给三哥 让他赶紧退了 三哥不高兴了 无论他如何解释都不管用 只好灰溜溜地 拿着姨妈金走了 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其实不然 因为在印度 很多落后的地区 女人生理期 被视为不祥之兆 她们需要独自在阳台 隔离五天 不能让男性靠近 红色的东西 更被视为邪恶之物 加上印度对姨妈金 争取高额的付税 售价非常昂贵 像三哥这样的普通家庭 根本负担不起 所以在当时的印度 只有12%的女性 用得起姨妈金 而其他的女性 则像三哥妻子一样 因为传统观念 和价格的原因 她们宁愿反复 使用一块脏布 甚至是树叶和土灰 来解决问题 这样也导致 很多女性不孕不育 甚至细菌感染致死 对于三哥 这个护妻狂魔来说 一边是传统陋习 一边是妻子的健康 于是 她想出了一个 两全其美的办法 自己DIY姨妈金 她很好奇 于是从中间将其撕开 发现除了一块布 都是轻飘飘的棉花 可就这么一丢丢 却在印度 买55卢比 为了让妻子 用上这昂贵的姨妈金 她准备自己DIY 于是买其所有材料 来到河边 先是把树叶洗干净 铺在石头上 放上一层布料 再铺上一些棉花 然后把布料对折 用胶水封住 最后再用树叶包裹 还配上一朵小白花 大功告成 三哥兴奋地回到家 告诉妻子 这次自己没花一分钱 让她放心用 结果第二天 妻子又在晒步子 三哥不开心 质问妻子 为什么不用她DIY的 妻子告诉她 你这DIY的姨妈金 会把新衣服染脏 自己偷偷洗了一夜 三哥很愧疚 坐在床上想办法 突然 她灵光一闪 骑着车又去买原材料 再次来到河边 再次尝试DIY姨妈金 她先是铺上一层棉花 用剪刀剪出一块 大小相同的塑料薄片 放在上面 在原来的基础上 再增加一层棉花 第二版本 大功告成 她很快就拿回家 给妻子用 可无论怎么劝告 她都不敢再碰了 妻子害怕上次的事情 在白天发生 被人发现 被人羞辱 因为在印度 女人宁愿病死 都不愿意活在羞辱中 这一幕恰巧被母亲看到 她赶紧带走三哥 于是 三哥只能 找其他女人试验了 她半夜爬到窗户边 叫醒阳台熟睡的女孩 问她是不是生理期 女孩说是 三哥高兴坏了 他拿出自己DIY的姨妈金 递给女孩 女孩拿出来 刚想看看 结果被女孩妈妈发现 妈妈开始大喊大叫 村里的街坊邻居 都亮起灯 三哥白口莫辩 但他没放弃 来到妹妹家 想偷偷给妹妹试试 可在吃饭时 旁边的小外甥 直接掏出来姨妈金 这时 老奶奶问 那是什么 家人都只能羞愧地低下了头 第二天 妹妹回娘家哭诉 说哥哥当众送自己姨妈金 以后很难在婆家抬起头 三哥不服气 他认为自己 是为了全家女人的健康 又过了两天 三哥骑着自行车 在村头转悠 他看到了车上标记着 医学院专用 于是他跟着车 来到了医学院门口 却被保安拦下 他只能等到放学 开心地拿出自己的DIY姨妈金 挨个向女学生推荐 可都被拒绝了 保安也赶他走 这时 突然冲出一个眼镜妹 眼镜妹愿意帮他测试 于是 他回家做好姨妈金反馈表 很快 眼镜妹将姨妈金 推荐给同学用 所有人都拒绝了 眼镜妹无奈 只能自己 把所有表格填完 这一幕恰巧被三哥看到 于是 三哥只能尝试 亲自试用 自制的姨妈金了 男人放下一层纱布 再铺上一层棉花 接着 盖上塑料薄膜 薄膜上再加一层棉花 再把纱布叠起来 他又拿出内裤 把做好的纱布包进去 接着又拿出血带 往上面滴了两滴 确定没问题 直接穿上 最后 他把血带挂在腰间 塑料管连着内裤上的纱布包 再做几个深蹲 接着蹦蹦跳跳 还围着自行车跑起来 效果不错 男人三哥长舒一口气 于是 他骑上自行车回村子 一路上开心的和路人打招呼 时不时还捏一捏腰间的血带 突然 三哥的笑容瞬间凝固 他停下自行车 往下一看 血漏了满满一裤子 他扔下自行车 赶紧朝河边跑去 路人的目光也被吸引过去 跳进了恒河 身边的河水都被染红 岸边的人们非常愤怒 认为他污染了神圣的恒河水 三哥被拉到村头大树下 大家批判他 说他是个变态 在传播疾病 让村里的女人蒙羞 娘家人也赶来 要带走妻子 三哥跑过去阻拦 却被推开后痛骂一顿 他不死心 问妻子 你是自愿离开的吗 妻子不断地哭泣 这次他再也不能忍受 告诉丈夫 他的种种怪异行为 让自己丢尽了脸 三哥彻底失望 松开妻子的手 走出围观人群 他决定离开这个愚昧的村庄 立志要洗清妻子的耻辱 三哥租下一间破旧的房子 他先把机器泡面图贴到墙上 仔细回想之前 在电脑上查询的资料 之前自己制造的姨妈机会测漏 是因为普通棉花不吸水 必须用纤维制作吸水棉 他买来钢筒去掉底部 搭起机甲 自制蒸汽搅拌机 放入纤维开始加热搅拌 终于被搅碎的纤维像爆米花一样膨胀 爆桶而出 然后三哥又焊接了一个脚踏钢架 连接杠杆挤压台 放入吸水棉 踩动脚踏板 吸水棉被压成了长方体 钢端上手 吸水棉膨胀 长方体瞬间变厚 三哥思索片刻 在挤压台底部 打上洞 再次挤压 吸水棉中的空气被排出 薄片吸水棉终于被制造出来 接着 他用特制的卫生纸将吸水棉包裹好 再用封装机封口拿到脸上蹭了蹭 感觉挺舒服 最后的工序 三哥找来一台废旧机台 装上蓝光灯 不一块消毒完成 三哥捧着刚做好的姨妈精 还未来得及开心 他又开始犯难了 因为他不知道找谁验证DIY的姨妈精 深夜 男人在街头闲逛 汽车里下来两个女人 来到男人跟前询问 支支呜呜说了半天 原来是车前的女人急需姨妈精 询问附近有没有药店 男人二话不说 从兜里直接掏出一片 两个女人来不及多想 为什么大佬爷们半夜逛街 还随身带给姨妈精 一把拿走朝车边跑去 男人三哥满意的转身离开 嘴里还嘀咕着 好不好 明天就知道了 隔天 三哥登门拜访 询问DIY的姨妈精效果如何 女人一头雾水 这不就是普通的产品吗 听到这儿 三哥乐坏了 靠着自学和摸索 他制作的护电生产机器 终于成功了 用这套机器制作出的姨妈精 一包只需两卢布 完美解决了 印度贫困人口的需求 之后 他的人生仿佛开挂一般 他带着自己的机器 参加全国发明大赛 用蹩脚的英语 给评委们讲解自己的机器 不出意料 他获得全国冠军 一举成名 消息传到家乡 你以为他会以警还乡吗 不 当乡亲们发现他的发明时 又指着鼻子骂他 就算为女人改善卫生条件 但也是个肮脏的发明 但在他坚持不屑下 村里的女人 开始接受他生产的姨妈精 不仅如此 他还教女人使用机器 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 他们走过无数的村庄 不断的推广 把机器卖到印度各地 他的事迹传到联合国 甚至还被邀请到联合国演讲 这场小小的护店革命 改变了许许多多 印度女性的人生 讲到最后 他热泪盈眶 台下也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这个看似荒唐的故事 其实改编自真实故事 在他的努力下 印度护店的普及率 从12%涨到了18% 而印度人也会亲切地称他一句 护店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